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要下去但是那个电梯上去了 就是电梯刹不住上去了 把人带上去了 那六点呢就是他现在初步这个判断 就是告诉我们可能是这个 自动器的这个失灵 就是这么个原因 但是自动器为什么会失灵 怎么样造成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通过 这个这个技术分析 来最后得出结论 还有一台电梯 也在我们新华房 22座 这个排查出来的问题呢 是爆炸 还是这个爆炸呢 间隙过大 那么已经被停用了 我们呢也是责令 这个电梯围保单位 杭州通达电梯有限公司呢 立即整改